強烈颱風馬娃目前距離台灣的東南東方 大概是1300公里的海面上 還是以非常穩定的速度朝西北西方向行進 因此在明天天氣上還是會相對的穩定 要留意是東半部地區的一個長浪 而下週一到下週四這段時間 受到馬娃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天氣會比較不穩定 特別是東半部地區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雨勢 東北部地區會有局部大雨 台灣地區的話也會呈現沿海地區風大浪大的狀況 提醒大家都要特別的注意 至於詳細的天氣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可以看到目前馬娃颱風的強度 這個時間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季中心最大風速還是55公尺每秒 半徑還是300公里的一個強度 然後它還是穩定的朝西北西方向行進 因此在整個未來的預測路徑上 這是今天下午的位置 到明天的話很穩定的 進入到接近整個旅宋島東邊的位置 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不過到下禮拜一開始的話 由於太平洋高壓逐漸的減弱 它就會慢慢的有北轉的趨勢 預計下週一到下週四這段時間的話 是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 這一段時間移動速度比較慢 而且由於台灣地區的海溫比較低 垂直風接也逐漸的增大 因此它的強度會逐漸的減弱 不過在減弱的過程當中的話 它的半徑不會縮得太快 所以它影響時間可能會拉得比較久一點